大家早上好 我们是若夫妻房车记 一打开车门呢 外边映入眼帘的美景 就出来了 好多人啊 停了那么久车过来了 来吧 下来 小心 放了个大西瓜 还没注意呢 走 大早撂得烂了 像熊狮一样的 小奶狗 这个角度挺漂亮的 感觉在群山之巅 是吧 烂了 昨天晚上车里边信号特别差 估计是这个基站的穿透力太弱 因为基站太小 所以说只能在空旷的地方才有信号 我们在房车里边是完全没有信号的 上传视频就更加不用说了 但是在这边 现在我用这个 这个连通的可以传到每秒五兆的速度啊 就是完全的事迹 非常快 我先已经传好两个视频了 还差最后一个视频我就完成了 可以去吃吃早餐了 在这边边传视频边看美景 但我不敢动 就我站的这个地方信号是最好的 月龙还在弄视频 我呢和老哥开始喝了小茶 昨天晚上吃的太油腻 喝了茶 这个是早茶 抓了和老哥喝了两杯茶 然后聊了聊天 顿时感觉到有点饿了 那个茶还是挺挂油的 先来吃点东西 吃个早餐 每天就这么看看我的其实 挺好的 这个是金丝玉 我终于知道了 金丝玉长什么样啊 这是金丝玉的一种 老哥 他说他捡到了 拿给我的 他那车里边 动不动毫出一块小石头 动不动毫出一块小石头 学知识了 那个老哥是玩其实的 和他在一起聊了好多 这个关于石头的文化 看我的这个山水画 其实他说这块石头挺好的 然后还可以堵红 因为他这开窗有一个红 对于我来说 我就不指望他涨价 就不用堵了 然后这个是大家一直想看的 今天好多家人留言说 这个石头拍不好 这个陨石到底长啥样 有的时候是没球没块啊 对给你们看看 真的是陨石啊 真的还有这么漂亮的霉球啊 嘿 好不好看 早餐在进口食品商店买的 这个 俄罗斯的一个饼干 薄饼干 夹心薄饼干 配蒙古奶茶 开始 月龙吃完早餐 我们出来爬爬山 锻炼锻炼身体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以后 旅途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让我们两个减减肥 哇这边视野好宽阔 然后是一个像峡谷一样的地形 但是呢 我们的目的地不在这边 我们想去那边 随便指一个地方 别看这么近 你们看着近 我们走的话 对看山泡士马 我们走的话 估计得走来回的两个小时 肯定的 在这发现了一个大洞 这可能就是吐蕃鼠的洞吧 哦 敢去 敢去拿那个手捞一捞吧 看能不能抓出蛇来 一会钻出一只巨蟒 那就尴尬了 上次我们徒步 有朋友说 你们那个简单 都是走的战斗 对吧 我们徒步都走野路 来走给你们看 没有开过的路 没有开过的路 纯野路 到处都是牛屎 骆驼屎 阳屎 什么 绿子绿子就黄了 哈哈哈 绿子绿子就黄了 表面上看着离我们的目的地很近了 但是你看 这个山是一层一层的 翻完这边呢 走过去还要翻一座山 下去然后再上去 简直太远了 但是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大峡谷 很壮观 好吧 其实我们刚刚过来那边也挺高 真的挺高 然后那边白色的 看到我们的车龙 现在已经走那么远了 终于是快到了 这边居然有车轮印 这边有摩托车下来 我们要继续爬山 沿着上面爬上去 这个是骆驼毛 嗯 它吊了 骆驼换毛了 吊下来了 骆驼绒 不知道会不会比羊绒保暖 哈哈哈哈 这羊绒差点了呀 铺绒带你好多 哦还真有铺绒啊 铺绒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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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要登我们这个 登山的地方了 到我们登山的地方了 就从那个空隙 看到吗 然后我们 把那个登山钉拿出来 哈哈哈哈 我正在学 月龙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哈哈哈哈 你们信了吗 哦 土拔鼠吗 哦 可以在哪儿 在哪儿 在哪儿 对 但是看到好多土拔鼠洞 哎 没看到 但是听到叫声了 这样的草路啊 这样的草地草路 是最难爬的 因为草比较深 然后 还有这种 长着荆棘的这种 小植物 扎人 我们在那边看这个山 并不觉得高 走到下面真是高 爬上来以后发现 这有条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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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选择了爬这样没有路的地方 哎呀我的天 快到了快到了 这个平台好壮观 但是我想去 那个台子 站在边上 一丝足成千古恨 讲的就是这个吧 哈哈 踩滑了 哈哈 我还准备从这儿跳过去呢 我还 还好我 多看了一眼 不然就是真正的一丝足成千古恨 哈哈哈哈 刚刚说完 就上眼 你小心点啊 在这边 千万别掉下去了 这边这个坛子 上面还有一滩水 涨满了水草 从这儿过来了 哈哈 好美 你小心点啊 你小心点啊 那边就是悬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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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去 好刺激 好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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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在这儿感觉就是世界在我脚下的感觉 君临天下 好美 再加上这个地方盛产着这样的石头 你说很奇怪 圆圆的 来地质学家的网友们 赶紧告诉我们这种地形叫什么 欢迎屏幕下方留言 好了 我们休息完毕 准备回去了 看看这个水塘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小虫子之类的 我们刚刚上来的时候 看到有只鸟在这里洗澡 在这个地方 一上来它就飞了 但是很脏 因为有人丢烟头进去 这个水里边就有鲤鼓钉 走吧 回家 请教我们草原石层的孩子 这边在开车 现在我们 κ